據沙特阿拉伯媒體在星期一報道 美國駐吉達總領事館附近發生自殺爆炸襲擊 沙特官方電視台及網絡新聞都報道說 襲擊者將他的車停在領事館對面 然後引爆身上炸彈 在這宗事件當中除了他本人喪生之外 另外兩名保安亦受傷 目前仍未有其他傷亡報道 在2004年與基地組織有關 攜帶手榴彈的激進分子襲擊了美國駐吉達領事館 導致激進分子與沙特保安部隊之間爆發槍戰 其間有5名領事館工作人員喪生